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一個特備的一個號外 我們兩個一起說的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普通的節目 我們 較早時我們也 收到很多網友的意見 當然有些是 來自香港議會我們的支持者 他們給了我們很多意見 也有很多建議 他們覺得香港議會可能的覆蓋還是差一點 還有 路線方面 他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資深的聽眾 都會得到一些路線上跟我們 的部分比較 是慢了一點的部分 即是說香港議會的部分 我也有說的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可以加快一點我們的步伐 以及把這個行動 把很多裏面的討論化為行動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 12月27日 星期六 即是聖誕前一個星期來的 我們想召開一個工作會議 是一個閉門的會議 召開一次閉門的光復香港會議 當是一個小型的網聚 會和大家是會吃飯的 沒錯 我們包的地方是有東西吃的 這個地方是 安全 信得國 不是一個公開的地方 不是一個徹底公開的地方 是我們網友提供的地方 是安全的 不過地點就要報名 得到確認的人才會知道的 得不到確認 如果沒有確認你的資格 是不會公佈這個地址的 只能說一下英國的南部 日子是12月 17日 星期六下午 我們暫定1點開始 整個下午 有食物供應 總之一直有食物供應 到我們談完為止 那麽 這個是閉門會議 我們不是想特別很神秘 但是就是想要有 一定程度的保安 所以呢 也不是地下工作 大家不要覺得很危險 要做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是想開展我們的工作 是因為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不認為我們應該要等的 其實是因為 議會還議會 我們還我們 又或者不是我們還我們 其他工作是其他工作 議會還議會 議會要搞選舉 那就等我們慢慢搞 議會他可以繼續做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的步伐 好像 總之我們 光復香港的步伐是不應該 要先有選舉才會出現的 我們應該做多些前期工作才對 我們現在應該做多些前期工作 將來 對他的選舉也有幫助 如果我們沒有反對 我們一直都很支持 但是我們認為應該要有其他工作 不要全部人只是 去做研究那些 身份證號碼 BNO號碼 我們不應該 將整個 光復香港的變成了一個 只是研究選舉的事 所以我就說我們不研究那部份了 這些交回給 搞選舉的人 我們先做了其他事情 我們繼續支持的 OK 那麼我們講講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就是 英國電話 加44 075 不用零的 加4就不用零的 7599 451657 WhatsApp這個號碼 不要打來 不會聽的 這個電話是不會接聽的 不要打來 打來那些是一定會第一時間封鎖的 我們約的那些人都是英國的人 如果你說要回香港 不知道要選什麼 那你自己想好 因為如果是你真的覺得不適合的 就 不要緊的 那就下次吧 或者找其他人吧 總之我們就是用這個方式 沒錯 因為很多人問我 都問我很多 問題 問我有沒有TG 有沒有Signal 我想我們也是官方 收回這個號碼 就是WhatsApp 如果你真的覺得那麼危險的 你自己想辦法買一張太空卡 你不要問我太多其他東西 因為我那麼多電話 我會失去你的報名 還有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這個是 閉門會議 不是地下工作 在英國是公開的那些東西 是台面工作來的 沒有地下工作 你要搞地下工作 另外再跟你商討 這裡沒有地下工作 所有東西可以在台面 這些全部都是台面見光的東西來的 不過 我們認為我們要開展我們的工作 這次 也會看看 沒有加英軍 沒有地下 你說你是特種部隊的身份保密 如果你能夠進入英國特種部隊 也會恭喜你 不過我們到了那個階段再說 這次希望 真的是有心的 才能報名 不是說純粹來香港玩樂 來聊天就不好了 就不要報名了 有心的人就不一定說我要立即參與什麼行動 我們不是說要每個人去做行動 或者每個人去參軍才叫做行動 我們現在是去組織一群 是真的打算 接受訓練 主要 接受訓練 的人 我們現在主要是去組織這些人 還有一件事 我們開展這個工作 還需要有其他 其他人幫忙 例如文書處理 組織工作 宣傳系統各方面的事 我們都需要 工作人員 我們當然沒有薪資 這是純粹是義工 不過 看看你願不願意 如果你是願意的 肯肯 肯抽時間出來做的 你可以報名 跟所有的組織一樣 這些不是 這些不是建功的嘛 不是招聘請人 這個是招聘 招募 志同道合的人去做這件事 這次名額是30個 已經有幾個說要報名的了 不過你們集體都是向這裡發訊息 因為你每個電話都發訊息給我 我一會兒找不到電話 一會兒信號報名 一會兒信號報名 Whatsapp報名 然後Message報名 然後有三個號碼 他又不同 不同號碼 不可以的 統一用這個 30個人 所以 這個報名方法只有一個 只能用Whatsapp 我們現在 這個是公開 這是一個 台面的組織 這不是什麼地下組織 我們會做的事是會光明正大地聯絡英國的 包括盡量多的人去接受 英國的軍事訓練 我們當中已經有人 報名了 其實已經是報名了 所以這件事大家不要想錯了 我們不是恐怖組織 不是地下組織 到有其他東西的 都不是在這裏說 到了有地下組織 如果有地下組織的出現 我們到時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理論上你現在做的應該是100% 在英國是100%是台面看得光 合法的東西 沒有任何 如果你覺得你要用香港那一套 來找我們的話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認真說 你再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需要這樣的東西 你要跟我 轉90幾個電話 要跟我拿90幾個東西 要安全溝通 你才會說來的 不要緊 你留下其他活動 這個活動不是做這件事 下次先 我們 12月 搞一次 當作聖誕party 當作聖誕祭聚 一起 少刑網聚 還是密慣會議 在1個月份其實想要再 vi 因為很多網友人 有些在北方 在介紹 例如蘇格蘭 有些在 dedans 黑濤 直到一班人 百明漢什麼 總算是南面的 中部 來的 還解敢計算 但理論上 倫敦 現在在南部搞他們又近的 你說北部搞是否近了呢 我也未必是 那些人自己決定了 我們很大機會一月份會有黑池搞的 就是這樣 所以就名額30個 應該現在有幾個報名的了 我們也會screen過大家的 不是說你報名就一定有的 起碼 也會有些 問題 起碼 先有些了解 先有些了解 先有些我們談開的就可以報名了 如果沒有談開的 我們也有些了解的 我們的idea其實不複雜的 首先第一 我們現在盡量要做的事 不是靠香港人 更加不是靠我們自己一群人 去單獨 去做任何事是會 令你光復香港人 而我們主要做的事是做帶頭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事是跟英國緊密合作 所以這個活動主要是要 緊密地聯絡英國 但是不是外面那些 活動 外面那些活動有很多人做 聯絡議員 聯絡 哪些政黨之類 我們這個活動不是做這件事 我們這個活動是很清楚 告訴英國人 我們有一群人 願意serve這個country 願意成為軍隊 願意參軍 是不是很清楚 應該很清楚 如果你覺得我不買這件事 我喜歡做游說 我喜歡繼續做國際游說 我喜歡做溫和路線 你就不適合這個活動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應該是來到再去思考 你應該一早已經知道了你 參加這個活動是甚麼目標 我們這個活動就是等於 跟報名去軍營 是一樣的 一個P的Camp 類似是這樣的意思 當然 中間也需要有些文書工作 有些做admin的人 我解釋給大家聽 你不會有疑惑的 應該說得很清楚 你完全 不接受這件事 那就不對了 如果你是接受的 那就不對了 你就做這件事 要支持這件事才可以 我們先說到這裏 有些甚麼呢 就WhatsApp 好 你直接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些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邊 還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